这段视频是今年3月11号发生在安徽六安街头的真实一幕 几辆警车向一辆银灰色面包车拦住 其中一辆警车直接撞向了这辆面包车 从面包车上下来一名黑衣男子迅速向后方逃窜 追击的民警也立即下车向该男子开枪射击 而这名男子也掏出手枪与警方进行对射 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双方至少互射了20多枪 一时间桥面上枪声不断犹如放爆竹一般 此时正值上午的10点多桥上还有不少过晚的车辆和行人 困乱中黑衣男子截住了一辆路过的三轮车 并以车上的市民作为掩体对民警进行射击 由于害怕误伤群众民警也只好向后撤退借助花坛掩壁 这段视频是今年3月11号发生在安徽六安街头的真实一幕 几辆警车向一辆银灰色面包车拦住 其中一辆警车直接撞向了这辆面包车 从面包车上下来一名黑衣男子迅速向后方逃窜 追击的民警也立即下车向该男子开枪射击 而这名男子也掏出手枪与警方进行对射 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双方至少互射了20多枪 一时间桥面上枪声不断犹如放爆竹一般 此时正值上午的10点多 桥上还有不少过晚的车辆和行人 困乱中黑衣男子截住了一辆路过的三轮车 并以车上的市民作为掩体对民警进行射击 由于害怕误伤群众 民警也只好向后撤退 借助花坛掩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